今年在德国举办世界最大的烘焙展 代表台湾出征的李国毅 靠着用巧克力制作八家酱 拥夺了亚军 不但可以说是介绍了台湾的民俗文化 更证明自己的甜点实力 这个李国毅他从小踢足球 就梦想当个足球国手 没想到考上了体专之后 却遭到父亲反对 最后呢因为喜欢看日本节目 所以决定走上了做甜点之路 所有地主球没想到长大变成巧克力达人 他是李国毅甜点界的台湾之光 2012年在德国举办世界最大的 IBM世界杯烘焙赛当中 他跟张国斌代表台湾组队出赛 一举荣获亚军 地主德国队也甘拜下风 现在手上这关冷却剂 对 它可以保持让它变冷 可能之后它就变腻 荣耀的来源就是被国片镇头感动 李国毅已充满台湾宗教色头的八家匠 当作主题 对 因为那个镇头实在太好看了 那整个镇头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就比较显眼的地方 应该就是八家匠 那八家匠里面的话 当然就会有一些人物的出现 那我们运用八家匠的七爷跟八爷 而且七爷会主轴 来做一个整体镇头的一个表现 何友伦用演的表现出来 李国毅又巧克力做出来 我真把内心的感动 跟台湾的民俗文化 全市的唯妙唯笑 让各国评审看啥了 李国毅画书代表七爷 白底蝙蝠面的脸谱 身上穿着服装 这只伸出来的手 还有家匠身体上盛开的花 都是用巧克力喷腔赋予颜色 细细一笔一画描绘成型 栩栩如生 因为我本身 我们不是学美工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样的 一个角度或者是说一些图绘的部分 甚至是比例的部分 其实是相当相当不容易 会美工的人 大概他可能只要花一个小时 不会美工的人 可能要花四五个小时 就是你吧 对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去做一些 收整的动作 为了重现今年在德国 勇夺亚军的荣耀 李国毅在东三新闻的镜头前 独家再次展现真本事 每一个巧克力的构图 建造一次次的刮巧克力 一点点的抹上巧克力酱 再以冷却剂冷却凝固 否则一个不小心 所有的心血就有可能突然倒下 复制一具 为什么倒了几遍 某一些部分 一而再再的山大概四五遍 倒了四五遍 对 就其中有一个叶片的部分 那当然比赛的过程 那也有一些快要掉落 刚好可以接起来的画面 这么惊险 对 这个东西没有好 等一下就啪啪啪啪 如果倒了 你们是不是就不用拍了 别这样吧 我眼皮在跳 当时比赛两天耗费13个小时 是场体力跟耐力的自我拼战 这一天光是主角嘉将的操作 就已经让我们大开眼界 类似类在它 本身在设计上 你在构思上 你要必须把一个平面的东西 变成一个3D的东西 这样是每一片的东西 你要如何去堆叠 层次之类的 然后要构想 然后再做这些小配件 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 要在这么冷的地方做 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为了担心巧克力融化 不管是当时的比赛场定 还是这一次再一次重现 作品的工作室 室温真的很冷 摄氏17度上下 我跟摄影师两个人 拍摄一整天下来 都快冻尾条 好不容易从天亮做到天黑 大功告成了 这就是我获得亚军的作品 正头里面的家将 那要是我们分享一下 那完全没有喜悦是怎么样 每次心里都有什么样的 沸腾和红海 只有一个字 爽而已 把巧克力变成艺术品 光是主将的再次呈现 李师傅全心投入 而今年获得亚军的作品 不只主角八家将 周边的小巧克力跟蛋糕 更融入了台湾水果的特色 刚开始李国毅只是觉得好玩 没有想到一雕琢上了影 成了不同反响的比赛型师傅 我觉得可能心里就是有一股 想要竞赛的灵魂在里面 所以当我选择这样的职业别之后 我也去尝试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 比如说面包师傅 西点师傅 到现在也巧克力师傅 但我想創作这个东西 在我的脑子里面渊渊不绝 所以我也想要把它表现出来 老板你好 你好 那我今天 就是想要 给小朋友两个给太太吃 好 没问题 多样化 还有配合水果啦 酒类的啦 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盐的很特别 有一个喜马拉雅椒盐 那个玫瑰盐那个 味道都蛮特别 而且它是混合口味 就是你咬下去跟后来吃 最后那个味道是不同的 万圣节到 这是我们的眼珠巧克力 不只把创意用在比赛上 也带到自己开的店里来 像是万圣节到了 它绞尽脑汁 用巧克力做造型吓人 去年是手指头 今年是眼珠巧克力 瞧着眼珠瞪得好大 还不满血丝 有没有好吓人 蓝色是喝醋粒果酱跟香草巧克力 做这个还特别难 对 对 还特别开模做了 骷髅头巧克力 看起来憨厚的它 骨子里其实很淘气 巧克力的外形吸睛 内馅更吃得到 台湾水果的惊喜滋味 这里面有台湾的荔枝 跟南投的一个有机玫瑰酱 对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副盆子的酸 来衬托这个荔枝的香 跟玫瑰的香草的部分 而它其实还是一名体育健将 从小最喜欢踢足球 也曾经考上体院 原本其实想当一名博手 或体育老师 小时候就开始学踢足球 那一直到国中也是都是校队 对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 没有兴趣在足球上面 但是在足球我想说台湾 没有所谓的职业队 所以在这边的发展其实是有限 那不能说没有 但是是确实是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所以当下的部分其实就是比较反对的 没想到梦想却硬生生 遭到老爸反对 你没有反抗过吗 当然是有啊 怎么反抗 我们用别的方式 对 什么方式 希望他多花点钱反抗 是这个时候你当下就 我们其实就是随便找一件学校的 没能踢出一片天 李国义反倒靠双手用巧克力打响名号 他说不遗憾了 好像还该感谢老爸 意外走了不同的道路 发掘自己的甜点天分 今年拿到世界最大展的甜点 亚军还不够 四年后他放眼甜点界的奥林匹克竞赛 还要继续用巧克力让世界看见台湾